弟兄姊妹找 我们弟兄报告 舅啊 我们谢谢你 我们这般 在罪恶当中 没有盼望的人 正来蒙你拯救 成为你的致命 我们今天在你的殿中 来敬拜赞美你 祝你是配得一切的荣耀赞美 祝你来的意志很尽能 主啊 我们求你 让我们能够更体贴你的心意 孩子今天早晨 我跪在你面前 我要认罪悔改 主啊 我们今天要传讲一个 很重要的信息 这是祷告 但是孩子在祷告的生命里面 却是那么样的缺乏 我怎么能够有资格来教导 弟兄姊妹 主啊 南阿蒙你的怜悯 我们靠你的恩典 在你面前 赞你 侍奉 求你这恩典 今天造成这个聚会 愿你的话语 并不突然而返 让讲的 听的 都能够被你的圣灵感动 听天你的心意 成就你的心意 从耶稣基督的圣灵祷告 阿们 弟兄姊妹 好 那个 我看这个 怎么样 这个可以用吗 按这个 谢谢 我看看 那个 有没有搞错 因为 我是一个 不太懂得 high cat的人 而且很紧张 那个 首先为你们感恩 因为 借着你们的祷告 神差遣 祂的仆人 义牧师 来到我们当中 真正感谢主 短短的几句话 我就知道 你们教会是有福 因为 义牧师是一个 祷告的 圣的仆人 那你们当中 这是个教会 是个祷告的教会 那么我相信 上帝一定 大大的祝福你们 其实我们现在 是什么时刻呢 现在应该是 还是过农历新年 因为延宵节 还没有来到 但是 我们知道 在过这个农历新年 在美国都笼罩着 一种非常不好的气氛 大家看新闻就知道 这是 上个礼拜六 大除夕 发生 仓劫案 然后呢 北加州 南加州 就是不到48小时 死了17个人 还有 也有些人受伤 这件事情发生 使我们庆祝新年 是在蒙上一层 非常 忧伤的一个 气氛 那么当中 杀人的那个人 还是 中国人 那么 第一种 什么 这件事情 我在思想 那些 死亡的人 他们的灵魂 去了哪里呢 他们有没有 信耶稣呢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 这两个 开枪的人 他们为什么 开枪 心中一定是 充满 很多不满 很多情绪 甚至 mental health 也有problem 那么怎么样解决 他们的问题呢 而且他们年纪不小 儿子 六十几岁 开枪那个 七十二岁 有个当中的 我觉得 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 只有福音 只有耶稣 假如他们有耶稣 那么 虽然造极灾难 但是 感谢主 他们到主那边去 假如他们有耶稣 就不会有这些仇恨 基督子妹 所以我今天这个信息 就 非常的重要 你知道吗 主耶稣 在世界上 告诉我们 特别他离开 我儿门徒的时候 在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 二十五章 他讲到说 他来的意志 有两种现象 一种是 满了 属灵的 征战 很多的艰难 长沙 不法的事情 像刚才我们所讲的 就是 教会 异端 很多事情发生 让你 人心 惶惶 另外一件事情 他说 福音 必须 传天天下 然后默契才来到 那么 这两件事情 怎么样来去 应付 主耶稣 讲的一个方法 非常宝贵 你们要警醒祷告 有没有 警醒祷告 免得 入了迷惑 你们要警醒祷告 然后呢 圣灵 这位东宫 福音 这位传天天下 可见呢 祷告是 非常的重要 那弟兄姊妹 今天 我要传讲 这个信息 我过去在你们当中 每一堂的信息呢 西部都提了 祷告 但是今天 为什么又讲祷告呢 今天讲祷告 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看看主耶稣 怎么样来看祷告 好吧 这个事 我觉得是一个核心 我们起立 我们一起来祷告 恩主 我们谢谢你 我们求你 施恩祝福 今天这个聚会 主啊 照你的话语所说 你的话一处去 并不突然而返 人有软弱 但是你的能力 而使 大过我们的软弱 求你恩高 你的小子 让他被你的宝血 借盖 让你的圣灵充满他 圣道也充满他 也充满整个会场 让我们在你面前 都受教 都得益处 能够行出你的道 荣耀你的圣明 迎接你的再来 这样祷告 仰望 奉告主耶稣 基督圣明 阿们 请坐 那弟兄姊妹 我今天所讲的信息 也许你们都 哎呀 牧师你这个老生 常谈 很多东西 我都懂了 弟兄姊妹 你要谦卑 我也要谦卑 当我预备 这篇讲道的时候 我心里面 非常的激动 我上个礼拜 在七口讲 正式讲到 圣灵 正式动工 我讲到一个地步 我都哭了 我希望今天真的 能够让神的话语 在你们当中 能够激动你们 那么我今天讲 三个重点 很简单 第一个重点 就是祷告的目的 第二个 祷告的效果 第三 祷告的喜乐 那这三个重点 都是亲自来自主耶稣 我们当然知道 祷告的真理太多了 从旧约 创世纪 一直到启示录 都有讲祷告 但是我们知道 究竟主耶稣 对祷告的看法 又怎么样呢 我就是来 把这个三个重点 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重点 祷告的目的是什么 大家都可能猜到 真是很简单 就在主祷文里面 是 就在主祷文里面 但是多少时候 我们真的去读 主祷文的时候 我们呢 就没有真正的读进去 以至我们对 祷告的目的 从主耶稣的角度来看 跟我们的看法 有变差 我现在跟大家讲 祷告的目的 主祷文 我们都会背的 有些主崇拜 结束的时候 也背主祷文 还有主祷文 开始的 就是讲道之前 也背主祷文 那么 但是我们来看一看 主祷文 主祷文究竟为了 什么事情来祷告 假如你好好的读的话 就是有两大的需要 第一个需要 就是我们的需要 另外一个需要呢 就是神的需要 主耶稣 主耶稣在讲主祷文的时候 他就讲了 第六章 第七节到第八节 经理说 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 用许多重复的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 闭蒙垂听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限 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主耶稣在这里警告门徒 你们的祷告的时候 要注意一个重点 你们不要向外邦人 外邦人的祷告是什么呢 他常常用重复的话 这重复的话的内容是什么呢 一定是自己的需要 我们求平安 求喜乐 求我的家庭好 还要求工作好 步步高升 求的 然后你看见 今天拜很多拜偶像的人 他去这个庙来拜 拜什么呢 求平安 希望这个偶像的神明 给他平安 给他顺 升职 非常好 飞王等他 这个庙不灵呢 我要跑到另外一个庙 听说那个庙非常灵 所以香火顶圣 就跑到那边去 而弟兄姊妹 耶稣说 这就是外边人的求的 你们不可以这样求 为什么呢 你们所求的 所一切的需要 上帝 上帝老早知道 Amen 然后耶稣就说 你们要怎么祷告 你们要为到神的需要祷告 我特别念了这些圣经 主耶稣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在主导文里面讲的 非常的清楚 就是在十三节最后那一节 圣经里面讲到说 因为国度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祝导文我们的违背 从开始 这样背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言都尊你名为圣 愿你的国家 愿意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一用的饮食 尽吃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的免人的债 不叫我们一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跟着怎么说 因为 国度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主耶稣在这里 做了一个结论 上面的你 为了神的事情 也为了你们的需要 为了你们的关系 为了你们的得胜 都是 有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 就是为了神的国度 神的荣耀 神的权柄 来祷告的 那么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弟兄姊妹 这个结论是 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用于食 进食给我们 我们最基本的需要 我们的需要是什么 在原文的圣经里面 讲到 Our daily bread 今天谁需要 daily bread 乞丐 homeless 需要daily bread 我们不需要 我们打开冰箱 可以 一个礼拜 都没有问题 银行 也就足够的存款 可以让我们 活一段意识 耶稣这里讲得 非常的清楚 最基本的需要 像乞丐一样 那个你都要 仰望神 是从神来的 还有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 免我们的债 一样 我们的人际关系 我们跟人的关系 跟神的关系 还有我们的 这个是 得胜的生活 这些是我们的需要 但是弟兄姊妹 我刚才讲 这些需要 是怎么样 目的是 为了什么 为了神的荣耀 为了神的国度 为了神的权柄 为了神的荣耀 而祷告的 你从这个 嵌入点 你就知道 九耶稣所教导的 主导文 都是为了神自己 Amen Amen 那我讲得更清楚一点 什么叫荣耀神 荣耀神就是 以神扯上关系 让神有地位 让神得着尊敬 得着感谢 这个叫荣耀神 而且保罗在 罗马书第十一章 三十一节 把荣耀神的定义 讲得最清楚 他说 万有都是本于他 以告他 贵于他 当然荣耀 都要贵给他 弟兄姊妹 保罗讲这些圣经 我觉得讲得太棒 万有 都是出于神 我们要依靠神 我们要归于神 一切的目的 为了荣耀神 所以你从这些圣经 就看见 祷告 这个超连 也是本于神 也要依靠神 也要归于神 也要荣耀神 保罗不是说 我们我吃我喝 都要荣耀神吗 是不是 假如说 最基本的需要 要荣耀神 其他 你的生活 你的工作 你的孩子 你的妻子 你的前途 这一切 都应该荣耀神 有个弟兄 讲得很好笑 就很幽默 但是也很 也给你们 值得心思 我们常常吃饭的时候 要祷告神 祷告神 是不是荣耀神 是不是 是啊 那跟着他说 那我们喝一杯水 要不要荣耀神 要不要祷告 你们喝水 要不要祷告神 应该 心里面应该 神啊 我喝水 使我身体健壮 都是为了荣耀 为了扩张你的国度 为了使你的权柄 得着彰显 真的是这样子 你从这个出发点 你的整个的生命呢 都是会荣耀神 你的孩子 你要进大学吗 你要读什么系 你必须要有一个 很清楚的目标 进哪个大学 不是最好的大学 就是进去 上帝要你的孩子 进去那个大学 你才能够进去 这才叫荣耀神 你的祷告 用这个方向 我受一位神的仆人 影响很深 这位神的仆人 你们当中都知道 他的名字 就寇世远见度 他现在离开这个世界 好久了 他是基督基家的创办人 我1983年 从Sanago 来到这边找工作 我就去到他的教会聚会 那个时候他年纪60岁 他从台北基督基家 就是来到美国 看他的孩子 那刚好因为绿卡的原因 就留在美国 因为留在美国 神用他就创立了三个教会 那么他非常的辛苦 一个礼拜往三个教会来去跑 结果得到心状病 这个心状病非常严重 祭福呢 厌厌一时 要离开这个世界 很多人为他祷告 甚至弟兄姊妹 非常爱他 尽时为他祷告 因为这位神的仆人讲道 他有恩赐 我心里面想 他讲一年的道 好够我自己做 可能一辈子的传道 这个果效 都不够他 那么后来他好了 好了以后他就做见证 他说 你知道吗 我在生病当中 我怎么样来去祷告呢 他就讲这个例证 这个祷告我觉得是非常荣耀神 使我印象一直寄到今天 他说 他在病痛当中的时候祷告 他说神啊 我求你不要让我的心状病好 假如我好了以后 我不能够荣耀你的话 求你老早把我收走 免得我活在这个地上 羞辱你的生命 听到吗 哇 这样的祷告 实在太宝贵 很多时候我们生病 我们有问题 我们只想到一个问题 赶快解决这个问题 你要不要荣耀神呢 当然也想到荣耀神 但是把荣耀神放在吃药 把那个需要把着守卫 我最近呢 真的帮助一个姐妹 这个姐妹呢 是在三凡市 现在我要推动 这个祷告勇士三法 要训练他们 每天祷告半个小时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小组 他们彼此互相地学习 读这本祷告操练与传地 用录影带 这个小组非常好 这个姐妹非常爱耶稣 而且呢 真是非常火热传扬福音 但是她有一天写信给我 她说牧师 你能不能为我祷告 为我的母亲祷告 我说你母亲什么事情 她说讲了讲了 我说OK 好 我应该真的为你祷告 不但只为你祷告 我要打电话给你 原来她母亲在国内 你知道COVID-19 现在真的疫情呢 非常的严峻 她的母亲得了COVID-19 在医院 一个月都不好 而且呢 后来变成肺炎 非常的严重 那我怎么为她祷告 你知道吗 我打个电话给她 我没有为她的病 得到义势祷告 我祷告说 为了你妈妈 你这个病 要荣耀上帝来祷告 无论是生是死 总要基督在她身上 照常向导 让她在病痛当中 彰显神的荣耀 Amen 我是这样子为她祷告 所以我就是为她祷告 主啊 让她这个病 能够荣耀你的圣灵 在病痛当中 依靠你得着力量 有平安 有喜乐 不管这样来前途如何 重要基督在你照常显得 挂掉 第二天 哇 这个姐妹 伸了很多的information给我 不但她的information 而且她的妈妈的一个tax 这个写信给她 本来妈妈跟她讲话 都没有声音了 哎呀 祷告完了以后呢 隔天 突然好起来 慢慢好起来 不但好起来 让她充满喜乐 在医院里面呢 她到处向人 传福音 做见证 你们要信耶稣 这个姐妹最感恩 她说牧师 我非常谢谢你 我现在就明白 我以前不是很明白 在教会里面 充满了各种的需要祷告 工作 孩子 病得医治 各方面的祷告 但是我其实 There's something wrong 但是我不知道 wrong在哪里 你今天教导我这个 这样的一个真理 我现在明白 我知道怎么样祷告 我们一切的事情发生 真的是应该 与神的荣耀为首要 Amen 所以你看 主耶稣自己也做榜样 主耶稣就是说 第一个 祂榜样 祂在旷野 受到魔鬼的试探 然后祂胜过魔鬼试探 耶稣就满有的圣灵的能力 回到加利利 祂为什么 真是说 真是说来 能够用祷告 胜过这个试探 目的就是成为 我们一个榜样 祂曾凡事受过试探 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假如遇到试探的话 我们随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然后呢 自取力量 就像西伯来书那里讲到说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 来到神宝座的面前 为了得连续蒙恩会 做随时的帮助 我们要靠着神的权柄 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 我们一定会胜过 今生的 骄傲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你知道吗 主耶稣在旷野的试探的时候 胜过这三方面 魔鬼说 你肚子饿了 可以把石头变面包 主耶稣说 No 人活着不单靠食物 那是靠神 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那这是肉体的情欲 吃饭本来是好的 但是他为了遵行神的旨意 顺服服神的旨意 他吃饭都有定时的 然后魔鬼要叫他 在定点上 这个垫顶上跳下来 仰仰看见 你是 哇 Superman 神的儿子 多么厉害 这是眼目的情欲 耶稣也要带他 不是 被魔鬼带到山上 你看 万国的荣华 都属于我的 你拜我 我就给你 耶稣说 当拜主你的神 四十周也 在那边进食祷告 使用神的权柄 来打败魔鬼 让他这个得胜 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榜样 一个得力的一个来源 所以耶稣胜过魔鬼的试探 彰显神得胜的权柄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的祷告 一定要把神的权柄 彰显出来 因为这是主祷文 还有 你看我们的主耶稣 在克西玛尼园的祷告 他说 他虽然心里忧伤 祭福也要死 但是他在这里祷告说 然而不要宠我的意思 只要宠你的意思 主耶稣在世界上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遵行神的荣耀 遵行神的旨意 为什么要遵行神的旨意呢 遵行神的旨意的目的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很清楚的 主耶稣献上自己 成为赎罪祭 成就了父神的旨意 使祂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 所以今天我们 不管多艰难 我们一定要 就在神的旨意当中 因为这个是 使神的荣耀得着彰显 神要祂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最后一个榜样 主耶稣的榜样 就是大祭司的榜样 祂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为这些门徒祷告 祂怎么样为这些门徒祷告呢 祂说叫他们合而为一 为什么合而为一呢 假如他们合而为一的话 叫世人可以信你 差了我来 所以主耶稣临彼时 为门徒和所有信耶稣的人祷告 愿他们都合而为一 彼此相爱 彰显神的荣耀 因为神就是爱 并且借着爱能够吸引更多的人信耶稣 使耶稣的国度得着扩张 所以弟兄姊妹 主耶稣说了 无论神的事情 你的需要 都是为了神的国度 神的荣耀 神的权柄来祈求 祂不但说了 教导了 祂也自己以身作者 在旷野 祷告 是神的权柄 显出来 打败魔鬼 胜过 今生的骄傲 肉体的权益 眼目的权益 耶稣在 克斯玛利安 更艰难的时候 父啊 愿你的旨意 成就 不要成就 我的旨意 耶稣 为门徒 大祭司 的祷告 让他们 彼此相爱 彰显神的爱 目的 吸引更多的人 来到神的面前 信耶稣 使神的国度 得着扩张 所以这个目的 太清楚了 阿们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祷告的国效 弟兄姊妹 你假如看耶稣 教导我们 祷告的国效 我们就不应该 灰心 因为耶稣 怎么说呢 他说 因为烦祈求的 就给你们得着 寻找的 就寻见 叩门的 就给他开门 这意思就是说 你祷告 上帝一定会有回应 不但有回应呢 他说 他要把最好的东西 吃给我 难道不 认把好东西 给吃给他的人吗 第三点 父亲 上者 知道拿好东西 给求他的儿女 何妨天父 要将更好的东西 给我们 弟兄姊妹 这是太棒 我深深地体会到 在我的祷告的生命里面 我相信也在你们的生命里面 真的是这样子 上帝把 求把的东西 好东西 给我们超过我们 我们所求 所想的 那这个好东西 究竟是什么呢 在另外一处经文里面 就是说 原来是圣灵 因为上文 一直讲 跟上次 三个slide show 是一样 你们虽然不好 上次知道 把好东西 给他 自己的儿女 何方天父呢 这里说 岂不更把圣灵 给求他的人 圣灵 原来是最好 上帝赐给我们的 因为圣灵 引导我们 遵行神的旨意 让我们行在 神的旨意当中 使他的国度 权柄 荣耀 得到彰显 就是那么奇妙 那我举一个例证 给大家听 那你看 十度行传十三章 一到三节 经理说 安提阿的教会中 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就是巴拿巴 名叫尼杰的西缅 古利那样路求 以分封其利 一同长大的马内和扫罗 他们侍奉主 并尽时地守 圣灵说 要为我 把巴拿巴和扫罗 分别出来 去做我呼召 他们做的功 于是他们尽时祷告 为两人按手 就派他们去了 弟兄姊妹 那这个我们都非常熟悉 这些圣经 这般人就祷告 五个教会的领袖 祷告 祷告那个地步 尽时祷告 然后呢 我们看见圣灵 对他们说话 真的是主耶稣把最好的礼物 赐给他们 因为圣灵说 要做拆船的工作 要把最好的教会两个领袖 巴拿巴和扫罗 去远方宣教 从此以后 福音就从安提亚 传到土耳其 萨雅西亚 萨雅西亚 后来又传到欧洲 后来又一直到罗马 在当时呢 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 保罗接着三次的旅行步道 加上他最后次罗马 把福音呢 传到当时候的地区 你看见这个恩典多么伟大 神的国度 神的权柄 神的荣耀 就是圣灵来引导他们 使这个教会做出 那么伟大的工作 圣灵不单止 为引导你一帆风顺 但是圣灵有时候呢 要禁止你 我们看见 保罗 去传道的时候 第二次旅行步道 圣灵呢 禁止他们 禁止他们 在哪里啊 禁止在亚西亚讲道 还有呢 在北推尼 耶税 耶税的灵也不许可 耶税的灵也是圣灵 圣灵呢 不单是引导我们 做成神要做的工作 但是呢 这个不是一帆风顺的 上帝呢 有时候呢 灵 圣灵呢 阻止我们 在某个地方 去做工 这并不是表示 我们不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乃是引导我们 走另外一条路 走在神的旨意当中 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那弟兄姊妹 你为什么圣灵 不禁止他们 往北推尼去呢 原来有位神的仆人 唐崇牧师讲 我相信这个是非常对的 因为北推尼呢 那个地方 土耳其北部呢 那工厂不是属于保罗 是属于另外一位使徒 是属于彼得的 后来你看彼得书信的时候 写信 就是写给北推尼的信徒 那个工厂 不是保罗的 所以叫保罗 不要去那边 另外呢 在亚西亚呢 我相信那个时候呢 圣灵禁止他们 因为时候不到 因为呢 有更迫切的需要 这个迫切的需要 是在菲利比 所以在他们去到 那个特罗亚的时候 保罗就见了个异象 后来呢 他们就去菲利比 传福音 在那边建立了 欧洲第一个教会 但是奇妙的很 到保罗第三次旅行 布道的时候呢 后来他又回到 亚西亚 在那边 圣灵不再禁止 他在亚西亚 待了长连三年的时间呢 在那边传道 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人 无论是犹太人 是西里里人 都天见住得到 在亚西亚 保罗跟了布道队 建立了一个 非常有名的教会 就是叫做 尼乎所教会 所以你看见 圣灵的工作 是非常的奇妙 圣灵不但吹出我们 吹出保罗和巴拿巴 去做宣教 那么圣灵要为禁止我们 目的是让我们呢 行在神的心中 是为了他的国度 他的权柄 他的荣耀 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所以我们只管 祷告不可灰心 我们就会看见 上帝奇妙的周围 我想大家都认识 一位很出名的 传道人 他叫边缘波 弟兄宣教师 你们有认识他吗 听过他讲道吗 请举手 有 感谢主 我有一年特别请他 来我们教会讲道 我那个时候胆子也非常大 那个时候他说 牧师我来不了了 因为呢 我已经住进医院了 一段时间 刚刚好起来 我快要离开这个世界 感谢主 那个时候主给我信心 你尽管答应 到时候你来不了 没有关系 我会请 另外一个神的仆人代替你 好吧 所以他就来了 有时候真的要带着信心 去做邀请的工作 那一次来 我给他一个题目 你讲中国福音 祷告 这三件事 连在一起 他是最有资格讲的 因为他写过一本书 这个送给无名的传道者 影响人非常的多 他自己在重庆大学读书 读了一年 他就不读了 到西南部去开放 后来再过了一段时间 再完成他的学业 他那次在讲道当中 他就跟我讲一件事情 祷告的事情 很奇妙 他说中国文化大革命 1966年到1976年 十年的浩劫 在那一年里面 所有的宗教 包括基督教 受到空前的浩劫 圣经收莫 甚至浑烧 传道人被关起来 教堂没收 好像一切盼望都没有 那这些神的仆人 当然他们心里面着急 祷告祷告 祷告了十年 神啊怎么办 好像一点回应都没有 上帝也忘记了我们 好像上帝不听祷告 哪里晓得 1978年 埃格开放 大家都发现 哇 不得了 中国的基督徒 到达七千万 哪里发现上帝 用其他的奇妙 用神迹奇事 打他来彰显 也利用信徒在家里面 正是小祖多礼拜 热心地祷告传福音 中国早晨五点钟 传来祈祷生 就在那个时候出现 圣灵工作强烈地不得了 我以前过去 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 get involved 中国大陆的一个宣教事工 我每一次到了农村 一听他们唱歌 我就流泪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 后来我也有机会去 在大城传福音 也唱歌 哇 有钢琴人弹 但是呢 平平无奇 眼泪都没有办法掉下来 歌是一样 什么道理 圣灵的工作 真的是在唱歌的时候 自然感到自己对神很亏欠 感觉到神的爱 这么样的回答 眼泪就昆昆流 不知道什么原因 圣灵的工作 非常的强烈 那么 这件事情 他做了一个结论 祷告 不可灰心 上帝会垂听 上帝用他的方法 照着他的旨意 来成就大事的 不要灰心 祷告 神的一边 所以我们拿起信心来 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 所以祷告的果效 一定有效 而且一定得到最好的上帝 给你的安排 来为了他的国度 为了他的权柄 为他的荣耀 来彰显 最后一样 祷告的喜乐 主耶稣这里讲的一件事情 祷告会带来喜乐 这个喜乐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动力 这个动力会使你祷告的生命继续往前走 那我们看看 主耶稣这么说 他说到了那天 你们什么都不要问我 我实实在意地告诉你们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必定赐给你们 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 现在你们祈求就必得着 让你们的喜乐满意 弟兄姊妹这些圣经 就是耶稣离开世界之前 上十字架之前 就告诉他们 到那一什么那一呢 圣灵降临的那一天 你们无论祷告什么 上帝一定垂听 垂听了你们的话 你们就喜乐满足 难怪在使徒新砖的 初期的教会是充满喜乐 为什么呢 因为神垂听他们的祷告 他们看见神的国度 神的荣耀 神的权柄彰显 那么所以充满喜乐 你们的教会 假如不住的祷告 看见神的国度 神的权柄 神的荣耀 借着你们 在这个社区来彰显 你们喜不喜乐 当然喜乐 这个喜乐 耶稣说是满意 我觉得太宝贵 那我刚才说 这个喜乐呢 会带来什么样的正面果效 我个人的领受 这个喜乐呢 出使你的祷告生命 更往前迈进一步 保罗不是说吗 保罗这里讲到说 要常常喜乐 不住祷告 凡是谢恩 因为这是神 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是不是 你一喜乐 你一定会祷告 你一喜乐 你会感恩 因为这些恩典 都是从神来的 的确是这样子 弟兄姊妹 时间的关系 我最后做一个 很简单的见证 就结束 这张poster 是2021年 湾区第一届 祷告特会的一个poster 每一次的祷告特会 上帝行了一个 很奇妙的作为 本来只有250个人 来参加 故纪 后来来了700人 有一半的人 是在东半球 另外一半人呢 就是西半球 就是这边 弟兄姊妹 你知道吗 我退休以后 出来办这个祷告 训练中心 是单人匹马 我也没有组织一个团队 来说 我们来做 也没有什么裁员 除了六家 每年呢 就是制作 2000块钱 我去做 之外 完全是一个人 单人匹马去做 那么我感觉到说 这个特会 动用多少人员呢 因为我们在网络上去做 实体不能聚会了 我们动用了 差不多20多个童工 当中都是有 很多都是IT IT的工程师 这些人 因为有十几个workshop 还有大会的讲员 我心想办完这个大会了以后呢 大家都累得办事了 那么要不要办第二届呢 我也不知道 当我正犹豫这个时候呢 好了 再开会 开检讨会了 哪里晓得这般同工 哎呀 牧师 感谢主 我们真是上帝 听我们的祷告啊 哇 真是大家非常的兴奋 我们要想 下一届做得怎么 最好 就是能够做得最好 我们可以改进 我一听这句话 我就不必忧虑 下一届要不要进行 因为他们都非常的兴奋 员班人马上枪 来领导 所以就有了第二届 第二届 2024年 祷告特会 当求丧家的主 这一次呢 我把东南亚的讲员请来 戴基众牧师 华神院长 终神的副院长也请来了 除了北美的 这个 这些 深的仆人 变成全球 第二届 能够 第二届 这个就是说 祷告大会 不但如此 2024年 湾区英文 祷告大会 也要举行 为什么呢 因为上次举行了以后 那个主题讲员 陈道明牧师说 哎呀 你牧师上这次很成功 你有没有考虑 举办一个英文部的 这个祷告特会 我一听了这句话 我马上say no 为什么呢 我第一 我的英文 不是徒生的 第二呢 我对这边的文化 这个 这边的文化 根本一窍不通 叫我来去推动 一定失败 一定要找一个 纯粹是英文 ABC America born Chinese 这个pastor 来推动 这个人去哪里找 不可能 但是我答应他说 我祷告 你知道 奇妙的事情 给一年半的时间 上帝要不要 不要我姐 非常阿们 因为这不是我的本 结果就去年12月 11月就敲定了 神差遣一位仆人 他单时大起来 来做这个工作 你说奇不奇妙 主题都定了 叫Pray24 你们这里有英文部的 就是24小时 要祷告 不处地祷告 Pray24 一个中文 一个英文 中文是当求 壮家的主 弟兄姊妹 我讲这个事情 为什么有这两个 事工继续的元序 就是因为祷告喜乐 带来的动力 让我们继续往前走 继续向神祷告 上帝要把神 更大的意向赐给我们 使祂的国度 使祂的权柄 使祂的荣耀 得到扩张 Amen 我们第一道祷告 哦 主啊 谢谢您 你的话语 是那么样的宝贵 人的口舌 实在是很有限 求恩主 来施恩祝福 把你的话语 存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反复思想 而且遵循 主啊 是的 我们的祷告 很多时候不合你的心意 没有为了你的国度 你的权柄 你的荣耀彰显 只想到自己 我们对祷告的果效 也常常怀疑 有许多的问题 在我们的脑袋里面 以致我们果足不前 恩不见神的祝福 我们很少经历祷告的喜乐 因为我们没有横切的祷告 主啊 你在克西玛利言的祷告 还让我们体会到 什么叫肯切 哦 主啊 真是 你汗如雪点 地在地上 祷告更加地肯切 你心里忧伤 是否要是 但是 主啊 你用到生命最后的一份力量 在那里祷告 主啊 要成就父神的旨意 不要造你的旨意 以致你得着神的力量 让你勇敢地走向十字架 成就了这个伟大的救赎我们 我们实在感谢你 求主把今天的话语 再次印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不忘记 常常思考 得着力量 这样祷告 奉抗主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好 我们